爱龙泊无坎坷前方一路小平坡 发送至片尾出现的粉丝群参与节目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节目组为您提供的苹果笔记本各一份 最近新上映的热播剧大汉情缘之云中哥 主演由黄晓明的女朋友Hello Kitty饰演 而且我还在其中看见了路易的名字 当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顿时感觉一凉 但是还是去看了下编剧的名字 但正当我未看到那个陌生的名字之后感到庆幸的时候 眼睛不经意的扫到了制片人那一栏 卧槽余正 没想到这个名字最后还是出现了 打开这部剧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群人在一个沙坑里 然后突然一场犹如盗墓笔记般特效的大沙豹就席卷了这群人 然后全剧最玛丽苏的场景出现了 一个小女孩摇头晃脑的拿着水壶从大沙漠中找到了这个牙还没长齐的小男孩 并且救了他 最后经过一番巴拉巴巴拉的对话之后 小女孩大喊一声不好是杨角峰 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杨角峰 俗称癫 被这种风刮多了就会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说话的时候一直摇头晃脑 然后他们就从五毛钱特效区被刮到了八毛钱特效区 因为这里多了个传说中的沙漠绿洲 然后小朋友们就跑到了这个周围连草都没有的沙漠绿洲喝水 但是刚喝了两口就突然听到一声 谁敢喝我无泪成的水 然后又重复了一句 是谁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卧槽突然从水里蹦出来个罗女 而且还出来了三次 我旁边跟我一起看剧的机友不禁问我 是他们卡了还是你重放了 对此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从水中突然蹦出来的女人就是无忧城的城主 最后把他们邀请到无忧城做客 但是等到了晚上这个女人居然想要杀云格 然后机智的云格果断藏在了草丛里 找不到云格的城主突然强行给云格讲起故事来 故事大概的内容就是他跟他夫君一起幸福快乐的生活在沙漠里 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在沙漠里捡到了一个孤儿 然后随着孤儿长大越长越漂亮 他夫君喜欢上了那个孤儿 最后骑马跟他私奔 但是城主从后方搜的射出一箭 梦想隔着自己的夫君射到那个孤儿 但是没想到却射在了自己夫君身上 然后他夫君立刻坠马倒地 喊了一声你耳大爷 然后就挂了先不说你为何要强行给人家讲故事 你给这么点的小孩说什么情啊爱啊 私奔啊搞破血啊 人家能懂吗 你这不是带坏未成年少女吗 不过按照余政的风格恶人终有恶报 最后这个扮演城主的新加坡和国报级演员 曾获得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范文芳 就这样在余政笔下活活的被大火烧死了 然后第一集完 总结来说第一集讲述的就是 那个豆鼻仙女姐姐潜在水下洗澡 莫非是随时准备向路人表演出水芙蓉吗 那一瞬间我以为她是赵灵儿 但最后却发现她是李莫愁 编剧你真是鱼妈的嫡喘弟子 除了这个奇葩的尼斯湖李莫愁 还有几个小屁孩跑来跑去玩过家家 最后居然还在被追杀中建立了革命友谊 卧槽 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乌龟都站上百米领奖台了 好了 那么本期的卧槽大片就到这里 喜欢卧槽大片的朋友们 欢迎加入粉丝群参与节目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节目组 为您提供的苹果笔记本各一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